为了庆祝一年一度的父亲节 新竹市政府在文化局演艺厅 举行模范父亲表扬大会 总共有174位模范父亲接受表扬 身为三个孩子爸爸的新竹市长林志坚 也特别有感触 我们都知道每一个爸爸都是家庭 经济主要的来源之一 那么长时间呢 因为爸爸的角色 必须在外比较多 所以跟孩子的关系都较为疏离 所以在家庭里面往往比较不吃香 像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情况 不过我们都希望 借由这样的一个仪式 我借由每一年这样一个家节的活动 来感谢所有的爸爸们 再一次借由这个机会 祝福我们全天下所有辛苦的爸爸 父亲家节 父亲节愉快 接受表扬的父亲们一个一个上台 从市长手中接过表扬奖状 每个父亲看起来都满头白发 不过其中一位江洪达牧师 常年在香山区照顾弱势族群的孩子 也为他们进行克服 是这次接受表扬的模范父亲中 非常特别的一位 但是我要把这份书龙也要给我们的这些小朋友们 我还是想念我们的四十几个小朋友 目前已经争备了到四十位的学生 那这些孩子们都是我 觉得他们都是我最好的孩子 虽然我家里面只有一个孩子 但是我帮助这些弱势的孩子们 有四十几位 今天我要得这个奖 我要把这个最好的最尊贵的这个书龙 也给我们的我的师母 然后因为我的师母也是很认真 很辛苦的来帮助 那我也希望在这里也祝福 我们所有的全世界的所有的父亲们 跟我们一样 因为你们都是模范的父亲 接受完市长的表扬 许多模范父亲与家人们 都一同在礼堂外的看板合照留念 留下一家和乐的欢乐景象 凯布新竹林彦斌 实习记者赖威明采访报道